大家从这个911你可以看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当年的911和这个中秋节也有相似之处 而且和很多这个宗教的节日相似之处 但911救了共产党 救了共产党 拯救了共产党 这是很可怕的 那么让共产党那么多年 但是我也告诉大家 共产党特别相信这个中秋节 大家看到1919、1927、1925、1935 还有是这些1949、1947、1959 这些都是到了大约境和大革命 中国就完了 彻底完了 是吧 大家都能看到这个情况 那么我今天我们想谈一下 这个家庭和我们爆料革命和战友之间 共产党它会怎么完蛋 我可以告诉大家 共产党的隔离清零政策 已经彻底地毁坏了 中国人中秋节和最关键的 赖以生存的家庭这个基因 中国人今天我们这个三票老亨和泰山顽童 说的那个问题 是吧 到底是俄乌战争啊什么 到底是引发什么 最重要的事情 隔离清零政策 隔离清零政策 对整个中国的家庭 是最大的伤害 就是家庭的社会基因的崩溃 加上了北病 东战 再加上经济崩溃 官部疗生 民部疗生 病毒威胁 再加上疫苗灾难 你说共产党还能活下去吗 知道摩根斯丹利的那个李奇 还有一个那个瑞黛琉 这个桥水基金 你再看看黑石基金 你再看看美国的十大养老基金 你再看看美国的整个科技行业 你再看看美国国会的立法 科技脱钩 经济脱钩 金融脱钩 不是行政命令 是直接立法 大家记住 我们不要擦护美国政治 不管是共和党 民主党 七哥第一天说爆料革命 绝不掺和美国两党政治 美国两党的政治斗争 远远超过我们和共产党的斗争 远远超过共产党的这种挑战 所以我们永远不要掺和美国的两党政治 美国人民 人家不一样的事情 在美国利益上 两党绝对高度统一 我们中国人只有一个党 而且就几个家族控制 所有的利益 他几个家族都高度不同意 还互相掐 我们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国家 14亿人口 每六个人就有一个中国人 我们被几个家族控制 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利益中心 是吧 你有本事你像沙特 阿波扎比 你有个 还有个几千个王子 王孙 是吧 咱能继承下去 还有个利益中心呢 你有吗 你没有 就那几个家族 就那几个家族 江家 邓家 毛家 胡家 是吧 现在习家 王岐山家 孟建柱家 这几家家一起不到十家 还逗来逗去 你找了像张宏伟这种白手套 拿着女儿去 南京皇这个陈元 拿着小老婆 哪一个不是 带着自己的儿女和老婆 去搞自己的利益去呢 无德 无教 无神 他们谁有安全感 没有一个有安全感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共产党这次的隔离清零 和它现在的经济崩溃 和中国人民不聊生 官不聊生 经济崩溃 以及和西方的这种挑战 它形成了一个 必死的环套环的 这这么一个共产党灭亡的机制 我现在可以请问大家 共产党灭亡了你干啥 我今天做一个决定 今年是2022年8月16 8月16 2025年8月16 我站在这里 不管 如果共产党还在的话 七哥就消失神灵了 我就真的消失 我向你们 这个鞠躬之道歉 七哥灭不了功了 交给你们了 我真的我也不灭了 我也灭不了了 我也不灭了 那老天该共产党在 这不是我的责任 也不是我的义务 我也不想再掺和这事了 如果共产党灭了 咱们的2025年的中秋节 北京龙头盘古剑 好不好 兄弟姐妹们 我深信 我们会在北京盘古剑 共产党是完了 我甚至我相信 今年的年底 今年的年底 明年的年初 共产党基本消失 他取决于俄罗斯内部的政治变化 普京的整个政权的灭亡 然后共产党被全世界 所有的追究他的责任 然后内部的经济崩塌 我觉得共产党内部 一定会把他们给消灭掉 中南坑 而且我相信 曾庆红不会 曾庆红 王岐山 孟建柱 我希望这些人都活着好好的 包括习近平 习近平啊 栗战书啊 都活着好好的 因为他们都活着好好的 这两边才能 他已经形成了 当年像三国一样 是吧 什么袁树啊 什么袁扫啊 你都鬼一边去吧 是吧 剩下都是孙渝啊 周渝啊 孙权啊 是吧 曹操啊 就是他形成三权鼎立的时候 才能得到统一 才能形成的真正的大汉 对吧 没有三权鼎立怎么可能啊 对不对啊 现在已经是 谁灭谁 被灭一个 另外两个强碗 最后就形成了 司马懿 独得天下 晋朝时代来往 来临 好 优优独得天下